政府無能! 政府無能! 詐騙超決! 政府無能! 政府無能! 詐騙超決! 接下來我們要遞交五份陳情書 來陳情書 我們要遞交給三位總統候選人 還有司法院跟行政院 今天我們來到民進黨的競選總部面前 我們可以請高高在上的賴清的總統府候選人 能夠聽到我們的心聲 能夠看到我們的訴求 我們也會把其他的政見發給了另外柯文哲跟侯友宜 讓他們也聽到我們對於未來的想法 希望台灣不要再有詐騙 不要讓詐騙成為年輕人的未來職業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賴清德的競選總部的陳清涵交給 交到賴清德的手上 來 請問一下你是 我是我紀元總部 社會運動部 今天我們把這個陳清涵呢 遞交給民進黨 我們希望台灣未來能夠過得更好 能夠不再詐騙恨行 去年我們RMB自救會呢 受到許多司法以及無助 互踢皮球 那我們這份行程希望你能夠傳給現在高高在上正在競選的賴清德 要做各種的方式 給我 好 到處